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兩個頻率很接近的這個波拉過來的話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到 假設這個頻率是30 這個也是30的話 那兩個波去結佳 這是兩個波 這兩個有兩個波 一個是26 一個是30 那你看到這兩個波一疊加完以後 就是底下的 疊加起來的情況 所以這就是我們早上看到的 這個是F1的頻率 這是F2的頻率 兩個疊把他做相加 Y1加Y2的結果 那就是 這個就是總共的結果 那這個總共的結果的話 在外面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 外面這裡 這個 這個 這是一個Sine 這個Sine 或Cosine的位 OK 這是你的 他的Ampitude 的部分 那他的Ampitude 到底會隨著什麼變化 會隨著這兩個波的 Viquancy的報響 的相解 OK 那你現在看到 假設我現在是兩個是 都是同樣是差一點點而已 就是都是30 那他的Ampitude 並不會改變的 因為兩個都是30 這實際上是有兩個波 OK 只是Viquancy一樣 那他的Ampitude 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一旦 我把這個小一點點 或大一點都沒關係 是差2 那差2的情況就是說 你看到他的Ampitude 變化的時候是 他的Pi的體力是 每分 每 Omega乱-Omega2的補合 OK 所以你看到的情況之下 是每分鐘 只有32-30的話 那就是兩個Pi而已 每分鐘只有兩個Pi 那同樣我們把這個把它加大 一丟丟不要太多 那你現在這樣38-30 應該每分鐘有8個Pi 來 來 全部把它兩個波疊加起來的結構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兩個 就是Interface 這個Interference in Time 就是他在時間上的干涉的部分 那你看到的就是 他的Antitude的結合的結果 他的結果就是寫在這裡 OK 好 那第一堂課 每來上課的同學 你們自己回去補一下 這是我們看到在這個 干涉人在時間上的干涉的部分 那空間上的干涉 我們其實我們在上 這個早上已經稍微講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在空間上的干涉的部分 就是我們把它 兩個Ampitude 把它Shutop or Shutu的情況 那這個部分 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看到我們這兩個 這個Ampitude 那這個一個用小一點好 好 然後我們看 他一起行進 那他做干涉了 那我們把它放慢一點好 好 你看到他慢慢的接近 他開始做Shutop or Position 然後過來 然後過來 也來的 一直穿透過去 OK 所以基本上面 這是在空間上面的 一個這個干涉的情況 他剛剛是在時間上面的干涉 這是在空間的這一點上面 那兩個坡過來 會產生一個干涉的情況 那我們把我們的這個繩子的質量 把它變重一點好 那這個坡數就會變慢一點 那你看到 好 那我們看到 接近 同來好 來接近到這裡 然後慢慢接近 做這個兩個坡 把它加起來重起來的結果 然後回去 所以這個跟剛剛 唯一就是坡數不同而已 但是對他的 Tuber Position的部分 並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差別 那就是速度不同而已 這個剛剛是輕繩的時候 那繩子很輕 他這個interference的情況之下 那是沒有影響的 好 這是我們兩種不同的這個 這個 波的這個 這個 Tuber Position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呢 你們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 會接著講 好 現在這邊看一下 那我們會發現說 基本上面 其實波它是有非常多個頻率的部分 那你現在這個方形波 我們現在是方形波來舉這個例子 那你怎麼做這個波的疊加呢 你可以看到我如果給一個 一個harmonic的frequency 只有一個harmonic frequency 那當然是一個sine wave ok 如果我給兩個harmonic frequency 那就是兩個sine wave 把它 這已經是三個 三個 三位把它加起來 是這樣 那兩個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畫一遍 那兩個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畫一遍 ok 這個不能兩個 兩個這邊不會弄的 ok 所以它第二個就是三個 三個的話你看到了 再來再五個 所以你看到的是什麼 這個方形波其實是什麼 無窮多個sine wave 所以我加了三個 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13個 那你已經幾乎快接觸方形波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方形波加到25個 它23個的話 那你看到其實是什麼 幾乎是方形波 只是這邊有一點fotuation 那實際上 你在實驗室裡面的function generator 就是你的波形產生器 就是如果是一個光波的產生器 也是所有的sine wave把它加起來 那你可以去做你想要什麼 都可以 那這個這個概念 其實是物理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複裂學講法的概念 那你們以後數學 所有的數學裡面 會學到複裂極數 這個就是這個方形波 用所有的sine wave把它展開 就是這個複裂極數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 我們看到這裡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 真正的疊加出來的結果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就是自己一個一個把它花起來 那到底每一個方波 它的emptitude是多少呢 那看你現在要疊出來的 final的結果是什麼 那emptitude就會跟著改變 那這個波動方程式的部分的話 它可以是一維的 也可以是二維 也可以是三維 那因為你們現在數學上面 還沒有完全弄到三維的情況 我們就先最簡單的一個情況就是 這個 這個一維的情況來看 那一維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首先我們看到 這個波的某一個小的element 好 我們知道這個小的element 那這個element呢 如果我們把它這個長度呢 當成是betaX的話 那我們從前面的幾個 我們每一次再講的 就是把這個element 兩端它都有張力 那張力呢 基本上面 你都可以把它投影 投影到什麼呢 投影到水平方向 OK 還有千值方向 那你投影到千值方向的部分 而水平方向的部分 你會發現水平方向的這個 如果你的betaX是趨近於0 因為我們說這個element 是很小的 起礦之下 那我們會發現 你投影到水平方向的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面這個大小 是這個相等的部分 那換句話說 這兩個角度 如果我這個當成θ2 那這是θy 那這是a點 這是b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 y軸方向的總和的力 OK 你水平方向你已經平衡了 那y方向的部分的這個 這個力的大小呢 基本上是t的 鯊魚的ceta2 減掉t的鯊魚ceta外 OK 來 就是這個 這個 是t的 反應ceta2 那這一段呢 是t的 反應ceta2 那這兩個uncle ceta1跟ceta2都是很小的 所以 所以在這麼小的一個uncle底下的話呢 在數學上面的話 三個uncle底下 三個uncle底下 因為ceta很小啊 所以三個uncle 你就幾乎可以寫成是pn的ceta 那也可以寫成差不多就是ceta 那 換句話說 我們這個 summationf1 這個y軸上面的總共的合力的結果 就是p 然後 pn的ceta2 解pn的ceta2 解pn的ceta外 OK 那 基本上面pn的ceta2的部分 這也是早上我們在講的部分 就是說pn的ceta2 譬如說pn的ceta2 這一個 你這個角是pn的ceta2 所以這個角實際上就是rong s wrong one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把 這個呢 這個ceta2 就把它寫成rong y rong x 再V點 然後再減掉rong y rong x 再A點 這是我們的pulcle的force 在Y方向 那 由於劉奔力學來講的話 我們說pulcle的force 是要拿來做什麼 要拿來做加速度的 n a 那n是多少 n 是這個element的mast 所以n a是等於你的 minia的mast density 然後乘上什麼 x 乘上deltax 所以這是n 那換句話說 這個就是mu deltax 然後 ny呢 y的部分的話就是rong rong t y 因為你的y的部分是x跟t的函數 所以我們現在對t尾分 那你必須要用偏尾分的補號 好 那我們把這兩項把它合併在一起 你就會發現mu deltax 然後乘上 rong 對時間的二次為分 等於t 乘上 rong y rong x v rong y rong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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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 deltax 一向過來 我把deltax 就不是搬過來 那我們發現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當時在講的就是 deltax是很小很小的一個字 那如果你把t順便搬過來 那我把這邊 deltax本來就是很小的字 所以deltax趨近於零的情況 deltax趨近於零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就是這個物理量的圍根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我們說 這個就是 被x的二次 那也沒有問題 這個地方也沒有問題 這個地方也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 rong y x加 deltax rong x 減rong y 占f位置 因為b點跟a點 它就差了一個deltax 然後除上deltax 那你現在這個 就是f到x加deltax 減rong x 然後除上deltax 然後除上deltax 這個呢 就是duf的dux 然後limit deltax趨近零的時候 這是數學 所以你現在你看到 這就是 被位主的二次為分 對啦 對啦 好 好 那我們的 微比虧 其實 在這邊 已經呈現出來 你看到 xt 對位子的二次為分 就等於t分之mu 對時間的二次 那這個值是什麼 這個值就是 速度的平方分子 ok rong y 不要小看這個方程式 這麼簡單的就跑出來了 那這口是你們 以後要學掉主力學 所以波動方程式 讓自己的東西 ok 所以 這就是一個波動方程 那以後 如果你的波是一個光的話 那c v就是c 所以這個如果你的v是等於c的話 就是電磁波的話 那你現在就是被 二次為分 y 對x的二次分 就是等於cv 對時間的二次 好 那也沒有問題 這是 完全是 異為的 這個 這個波動方程 我們叫做 linear的v equation ok 那你現在看到了 我們的波動方程式已經出來 我們的波動方程式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們騎的 這個上面 我們一個波的 隨著時間跟位置的表現 全部通通是可以用這個波動方程 來表示出來的 好 那這個地方有問題嗎 那我們接著我們看一下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這個波乾涉的部分的話 那兩個波 如果 你進到某個位置上面 那這個位置就會 這個位置上面會 你可以干涉在位置上面干涉的部分 那接著我們會看到的就是說 其實也可以用波動方程來解 但是我們為了方便起見的話 我們還是現在考慮這兩個波 它是在位置上面的干涉 但是這個位置上的干涉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兩個行進的波 那這兩個行進的波 一個是V1 一個是V2 一個是V2 OK 那這兩個行進的波 它有相同的 這個速度 這個相同的速度 這個相同的速度 那有相同的empty 所以 我們說這兩個波的empty 要一樣 OK 我們說這兩個波的empty equents也要一樣 那我們看到 equents要一樣的部分 就是代表它的波長很一樣 所以我們說 Y1這個波 我實際上就可以把它寫成 Y1的法力 K1 K1 就是同一個角度 那第二個波呢 第二個波的部分 因為你有相同的empty 所以Y1一樣 那你有相同的速率 所以 也有相同的frequents 所以你的K 這個wind number 也會一樣 然後 equal frequency 也會一樣 那這樣的兩個波 你把它疊加起來 你會發現 這兩個波疊加 其實是很簡單 我們把它相加的話 就變成 兩倍的wire 那sine的K 這兩倍的sine的部分 這個是 這裡面有一個部分 忘掉了 我們看到的是 這兩個波是 速度是什麼 它速力是一樣 但是行徑的方向是不同的 所以有一個波是正的 有一個波應該是負的 這是正 朝正s方向運動 這一個是朝過s方向運動的波 所以你現在把它疊加起來的話 那是sine kx-j-p 再加上sine的kx-j-p 那你用三角橫數的 核達化基的部分 這就變成sine的kx 然後cosine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部分的話 如果你以某一個時間來看待它的時候 那在位置上面是什麼樣子 位置上面就變成是y 時間已經固定了 那它的ym sine的kx 乘上cos的ωt 那我說時間固定的這一項已經是定值了 它隨著位置的變化是什麼 是兩倍的ym的sine kx 所以你會發現 在位置上面 隨著x的變化 它是sine kx的關係 但是它最大的entity 是圓來的兩倍 這是某一個時刻 你看到的情況 現在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這是某一個時刻 你看到的情況 那隨著時間變化的時候 我只不過這個值 乘上某個什麼 乘上某個值是在改變的而已 對不對 所以0點的位置永遠是0 對不對 所以下一個時段的時候 下一個時間的時候 它可能是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那也有可能在下個時間 它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這個坡 基本上面這些位置 通通是0就是節點 這些位置通通是節點 不會沒有政府的 這個沒有畫的很好 這邊是 那每一個例子 那每一個例子 在這上面的例子 只不過在T時階的時候 你看到不同的時刻 你看到的波的形狀是不同 但是節點的位置永遠是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一個standing wave 我們說我們把這樣的波叫做助波 ok 那反過來 我們要看某個時刻 位置 在某個時間 在某個位置上 你來看這個變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會發現 我這個y 是可以把它寫成兩倍的yn cosine的ωt 然後乘上sine的periods x固定的時候 你的entitude是在什麼 改變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假設我說某一點 這一點 那這個x值是固定了 那這一點呢 它的大小 2yncosine是隨著時間在改變 最大值是多少 最大值是負2y 最小值呢 是 最大值是正2y 最小值是負2y 所以你看到 在這一點上面 基本上它的例子 這個例子 這個值點是在這邊震盪 你再回去 最大的amptitude是到這裡 ok 所以這個 這一個值點 它是在這裡上下在震盪 所以你會發現 復波每一個值點 並沒有往前傳遞 能量會不會往前傳遞 不會 能量就是集中在這個位置上面 因為我們的能量是什麼 跟anptitude的平方乘正比 所以你看到的 這個是能量在這邊變化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能量在這邊變化 ok 這是一個駐波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特徵 那到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那到底這樣子的一個駐波的部分的話 我們常常把這個叫node 對不對 那這個位置就叫做unty node 那到底哪些位置上面是你的node 哪些位置是unty node 那基本上面其實是很容易看得多 因為這些在某一個時刻的時候 2ynsine的kx 這是你的np 這個這個駐波的np 那你要知道node的位置 node的位置在哪裡 node的位置是在ampitude是等於0的 所以你馬上看到了 它要等於你的位置就是相當於kx 是在哪些位置上 2分之part 然後2分之3part 2分之1 所以你馬上可以知道s的位置 這k的值 是等於2分之1的node 你把它帶進來 那s的位置就可以出來了 4分之1的node 然後這個帶進來的話是 4分之3的node 這是node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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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node的位置就是你 standing wave的ampitude 是最大值或最小值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結對值是最大值的情況 那結對值是最大值的情況 那結對值是最大值的時候是什麼 是kx 是kx 是等於nπ的時候 它是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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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是最大值 這邊是node 所以這一個地方 x的話是2分之1 2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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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分之3 6分之3 3分之4 6分其3 2分之4 5分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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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之4 3分之3 6分之4 5分之4 一個lambda的位置 還有這個二分之三個lambda 兩個lambda的位置是我們的貓 這是我們對於祝波的一個情況 那祝波在我們整個的 不管是在實驗上或者是在 這個運用上面是非常有用的 那我們有很多的系統的部分 會希望說在這個整個祝波 你要形成的一個條件 因為你的時間跟空間 你的時間跟空間的部分 要讓它產生住坡 就是這三個是要一樣以外 那你的速度Vy跟V2要相反 所以這個坡移過來 這個坡移過去的時候 一定要這兩個坡 在同一個位置上面的時候 它的interface 它的這個交結的部分的時候 是相位要相同 因為這邊的相角是都一樣 那如果我同學說 原來我有一個相位可不可以 我說原來這邊有一個相位 Py1 那這邊也有一個相位 Py2 那這邊也有一個相位 我說沒有關係 但是你Py1一定要等 Py2 再的話 你這兩個相位進來的時候 可能是什麼 你可能X90度以後 如果Py1跟Py2 X90度 Py1 是等於Py2 加二分之Py的話 那這個就變成Science 就是Kosan 那Science Kosan一消 就剛好什麼 就平平的坡 就不會產生住坡 所以這個 你要產生住坡的話 這個是必要的一個條件 就是說 即使你有下位角 那也要這個下位置相同 然後往前 行進到某一個bundering OK 那行進到某個bundering的時候 那我們會發現 這個坡其實是什麼 會反射 對不對 那 換句話說 也許你一開始 你連續產生的坡 只有一個 但是因為有bundering的關係 你會發現 這個bundering 會讓你的坡反射回來 那這個bundering 是固定端 或者是 這個自由端 這兩個反射回來的相位就不同 那我們看到 你如果是固定端反射回來的話 那相位是相反的 好 那我們看到的部分 假設 假設 我有一個彷彷 就是彷彷的部分 那它是一個固定端 我們可以看到 你這個坡在這邊 bibration 當你的長度 這個alora 不是一個特殊的長度的時候 因為你去的坡 跟回來的坡 剛好相位相反 所以你什麼 你可能坡根本不會在這裡存在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你要去跟回來的坡 就是說 能夠讓它干涉完 儲存在這個位置上面 還留保留住的時候 那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考量到的 它唯一的可能就是 這裡所形成的網 這一個珠波 而且這個珠波要有一個條件 是 是 這一點 它的entity 就是x等於 就是xn 它的entity 呢 y等於y1加y2的結合 所以你才會在這裡產生一個珠波 那也因為這樣的一個條件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在珠波的方程是 y是等於 兩倍的yn 這邊sine的 kx 和sine的ωt 這個條件裡面 當x是等於l 跟x是等於0的時候 y通通要等 然後 再用 因為這樣的一個條件的情況之下 我馬上我可以帶進去 我知道 dine的kx加上 l 等一下 我把零蓋進來的話 它就沒問題 但是 sine的kl 它要 所以 你馬上知道 l 它基本上面 kx要等於mπ才會 它l的部分呢 就等於mπ除下2π of the long time 抬開消掉的部分就是2分之m的狼狼 所以這是 就是 在這個條件的主向 看到 你整個的 這兩間的距離 一定要有一個固定的 你才可能產生 這個坡在這兩間 這個停留住 不然的話 它就消失掉 那 這也是我們 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的 一個有趣的現象 這有趣的現象是什麼 L是有 這個n的lambda n是定這個整數 1 2 3 這樣子的整數 那你知道L以後 那我們知道 我們的 波的速度 v呢 是等生號μ分之7 ok 那 換句話說 你知道 lambda 其實是等於 2l除以 n n是等於 1 2 3 這樣子的等數 那 lambda你已經知道了 速度v你也知道了 那速度v呢 是跟這個剛力 我把這邊用f好 好 張力 然後跟這個 螳螂的資料 有關係以外 那你馬上你可以看到 你的equence equence equence 的話 取詞就是等於 速度除以lambda 那就等於 根號 好 直接不用寫上來了 就把四個寫 v 然後n 這個 乘以2 那現在我們看到了 n等於1的時候 你的frequency 是等於2 l分子v v是固定的值了 那n等於2的時候呢 頻率是它的兩 原來的兩倍 那n等於3 一樣的 那我們把這個頻率 就叫做基因 就叫做基因 就是反個mental v v 不是基因 不是基因 的倍數 就是 2l分子 n v 這些frequency 呢 我們就叫做半音 ok 所以你現在看到 我剛剛在寫 我們剛剛在講那個方波 它的組成的時候 就是它的波長 它的頻率呢 就是基因的倍數 然後你把它加抖起來 譬如說 我們現在是 3的omega t 再加上 3的兩倍的omega t 再加上 3的3倍的omega t 它一直將加到 3的 n倍的omega t 那每一個 它都有一個entity 那這個是A1 A2 A3 然後到AN 這是加同起來的結果 那這個加同起來的結果 就是我們想要的函數 你這個函數可以是這樣的函數 也可能是這樣的函數 ok 唯一的是什麼 唯一一個條件就是 這個函數 要是一個 周期性的函數 好 那一個周期 是L的話 那就N的 那 這是它的一個周期 它要重製 唯一的條件就是這樣子 你就可以所有的函數 你通通可以把它拉來 只要它是周期性函數 我就可以把它擺開 開到 就是到了無窮眼像 無窮大的像 無窮大的像 那 你可以馬上感覺得到就是說 越大的 那個N值越大的時候 它的amplitude an其實是越小的情況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任何一個周期波 如果我都可以用 sin或cos的函數去展開它 那你同學說 我可不可以把它寫成cos的形式 我說可以沒有問題 那也就是把這個全部寫成cos 所以我們一邊上 我們會把它寫成什麼 summation N等於B道 除道 a n的sine n的 omega d 加上 b n的cosine n公尺 ok 好 就是 任何一個函數 只要這個函數 它是周期性的函數 那我就可以把它散開來 那這一個部分 對不起 的一個部分 我必須要 這個 現在是omega p 這個是位子 所以我把它寫成kx好了 這是時間嗎 時間是周期 所以我把它寫成kx 所以我把它寫成kx ok 那這邊的場面 這是x的行數 那當然 如果你是時間的函數 也沒問題 t是等於f t t加一個周期 那 那每一個 t是周期 t是周期 那當打單單 l當然就是當打 所以我們說這個f t 呢 你就submission 這個 這個結果我們看到的是 反正你就是對眼點被稱的頭起 然後假設 那假設 我同學說 那老師我們可以有一個部分 是這樣子 他shift過來 然後做一個 coach坡 我就沒關係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這邊再加個殘數就好了 黃素是這個 你shift的值 就是這樣在這裡 這個場子 看 這是c 就這樣了 那shoot 上去shoot 沒什麼 可以一樣的 只是你的參考點 改變而已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